栩栩如生的云豹 老虎 蓝富贤 以及多元的台湾原生植物 感受生气蓬勃的生命力 这是艺术家张克奇的画作 在国富纪念馆中山画廊展出 精细的工笔画描绘台湾宝岛的丰硕之美 工笔画就是比较细致的 然后呢 比较花时间 然后呢 要透过这个 因为写生的东西呢 要让它生动的话 一定要多角度的去认识它 如果只是用照片的话 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呆板 所以我们就在想办法 在各个角度去认识这个 动物里面的特别的角度 我们来表达它的各方面的感觉 可以这样子 张克奇1950年生于台湾南投县普利镇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 成年坚持以工笔花鸟走兽为创作题材 表达对本土与生态的人文关怀 作品蕴含自己对大自然的体悟及人生哲理 从小我就生长在普利的一个台湾的农场 然后这个在这个农场里面呢 就是叫做大平丁这个地方 那我就开始了很特别的一个感情 就尤其是像上面是这样的 叫做老鹰在抓这个小鸡 那这个妈妈她就会保护她的这个儿子 小小朋友 那跟这个老鹰多多这样子 所以我在那个乡下的对这些鸡啊鸭 还有我们家以前有羊 羊那个羊 山羊 然后那个下雨的时候 那个羊他就会 我哥哥他们就会带着那个羊 赶快把她带到那个不会受感染的地方 就是比较干净的地方 不会湿湿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对乡下的这种 一花一草一木 一些动物的那种特别的感情 转期直到6月14号 欢迎民众在疫情严峻 动态活动纷纷取消之余 仍然能欣赏到静态展览 带给民众的心灵抚慰 与艺术之魅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